美國總統奧巴馬加緊宣傳攻勢 鼓勵商界在明年年底前 增加聘請10萬名退役軍人及其家人 在他的每週例行廣播中 奧巴馬在北部名尼蘇達州一家工廠發表演講 提到他計劃為退役軍人更容易找到工作 奧巴馬表示 國會需要通過他提出的就業法案 讓退役軍人重返就業市場 他表示 現在不是國會玩弄政治的時候 國會議員需要停止給予將工作職位轉移至海外的美國公司稅務優惠